这一场SMS也去不到CTV 是的 可以去提拨证 主要是知道对方人多 拔起来的话比较吃亏 都到点了 怎么皮肯蛋还被白龙马给撞飞了 毕竟还是有小姨这条马路在 小姨北边的马路是更多一些 所以天鹿这边是不要那个长条房的 直接合到北边 是的就往那个 就是往现在小童 是掉了两个人 你看上去 上局的一个数据啊 换神总淘汰 现在把这个分叉和第二名甩开了一点 SMS因为刚才有 两个人是倒在篮圈外啊 所以他们正面一直只有两个人 MCG这波 信息很迷 很难打啊 SMS确实是 人太少了 所以有之前倒在这个蓝圈之外 但是我冲你稍微得住把门一关啊 捕人头 我还没捕掉 这好像后面把门开了是挡了一些子弹 是的 这个小动作很细节很到位 因为他从他指挥的判断来说一开应该也一会儿也是要往北部去转移的 然后脚下拦路虎又多 原来比这把可能要做他们不太 自圈形圈二的时候大概率的方向就是会往这个 就是马路以北 这片山头上去刷了 啊 位置相对于巨幅来说要差很多呀 他近点还有个波 林墙已经被龙中群给放倒 那是一直接卖了林墙 但是后面的路也不好走 他再往坡下对再往坡下走的话又要吃17的一个场前哦 有无为已经被补掉了 弟弟稍微有点慌不止路 直接撞 我小弟弟大转飞 他在这波马牛先出手啊 已经倒两个了现在17 现在好像只剩一个优生力量 嗯小鬼 直接来波大的 拍到确实这个房具只有两个人 嗯 上面的人没办法支援 哦先把马鱼龙直接给补掉 现在的话小鬼只能看自己能够换到多少分数了 还有高点房具两兄弟下来了一个名 听到了小鬼的脚步声应该是可以锁定位置 嗯 直接给闪 打不同步 你们在背后啊 一左一右 还好是两个人拉进来的 这个配合没问题啊 但是悟空过来了 悟空啊 偷他们上面的家 这些压力有点大 直接被放倒了 那高点只能放给对手 换给悟空 蝴蝶效应啊 嗯 实际的第一波撞点让 悟空也有了可乘之机 培尔斯现在只剩两个人手底下这个房具了 是的 这也是米拉玛在这种圈形当中原住民的一个痛处 他就是要的有点多 因为我们以前看到打这个房区的时候 基本上是就是坡底的一个房子 有些队会让出来 而这一局的话 培尔斯选择是二的一个分散 然后正好遭遇到了两队的一个撞击 与此同时天霸那边也出事了 天霸和DTT的一波交手当中 是被DTT给打掉在北边 哎呦 牛哈比过来 在一个东侧 的FTY交手 场中已经被捕了 FTY在马路的另一边也有枪械 老局那个地方刚才其实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而且现在牛哈比 对牛哈比三个人站得很近 看一下有没有投资物 一颗手雷先炸了一个名命 就继续二打二进点二打二 再来旺仔 没问题直接是淘汰掉了牛哈比啊 最后换身一颗手雷还带走了旺仔 不过可以服 都没了 打的很激烈 前三名 先出局啊 前三名在这一局里面先出局 前三名也确实没怎么拿分 然后Pyro也只剩两个人 对 这把看看4M有没有拿更多分 好的机会 4M现在也不在圈里 嗯 4M在偏后期的时候选择到了一个就是慢打 你们挤让你们先去挤 露露一颗手雷是炸掉了M自己两人 王鹏那边想扶一下坦克 刚好被一颗雷撞了个正着 嗯 另外天鹿也想进攻一下了 对 这个地方打下来难度确实不高 放心不太有什么主动看出来打的机会 四处左右两边应该被完全架死 冯冯直接往前提枪 瞬间拿到了CDG的这个 是的 这一波的话天鹿确实吃了很久的信息了 清理CDG 清理的也算比较轻松吧 嗯 作为原住民之一 五阶段了 肯定是要找机会进攻一下 是的 FTY近点要接一个RBS 已经放到对方两人 状态可以啊 现在一杯杯的话再一个坡碟 但龙死根这个点位掉掉了 先把龙死根给扶起来 老橘这个位置好像很难过点了 嗯 嗯 RBS是想很耐心的把FTY这波处理掉 不是 电视三打二 旺仔 一直在 听着啊虽然在扶人 但一直在听底下的信息 对 不太不太想让你扶啊 现在抓机会进点过来 好确认你没扶 哦 旺仔又是爆头把一杯杯给打了 头顶上十二月的位置也暴露 十二月有一颗燃烧瓶 罗斯根没沾到 没沾到火 但 哇 十二月的预标点更准一些 他这真的是雪亮之神 真的是雪亮之神 十二月是满雪 然后旺仔是一个半雪 其实两边都在打头 都是对 然后对方疯狂的在给投注 第二个人应该救不起来了 直接压过来 淘汰掉巨服 这一波刷屏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然后夫人那边刚刚也是选择到了 直接冲到了 是的 就基本上清空了 薩薩出箱放到95k以后 现在天路 天路场上唯一满边啊 嗯 两边稍微有点对一对 是的 谁想踩到狐狼北边就会挨对面打 啊 这关独狼的争夺啊 是斯莫斯兵赢得了胜利 是 哇斯莫斯兵已经拿到了 二月 但是已经架好了过点 是的 现在已经逼近的情况下的话 两边要开始对 VM动手了 你毕竟是在一个低点的 小海先被放挡 没有掩体了 你们 好能跑小路 十二月出现是把 撒撒给解决掉了 但最终的话 由于确实是在一个低点位啊 VM是率先被淘汰的 服吗 有机会吗 因为十二月已经拿了一架雷 来到近点了 被捕了 贴到近点 远点再加一个一杯比 还一颗火 十二月太难了呀 十二月做 走东西 十二个阶局 关键先生 他打个问号 主要是个三级套很肉 而且这边武器的杀也很高 是的是的 底下能救 那天龙应该这把还是拿下了 应该还是拿下了啊 那十二月差点改变这一局最终的结局 你看他近点以后又打一个 然后又烧一个 把打掉那个人雷了 把包里的东西倾泻而出 最后也是成功吃到这些九个桃菜 是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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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喔 对吧 对啦